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一个奇怪的美女 因为她被人称为现代版的孙二娘 在拥有较好的面容的同时 竟然还拥有着野兽般的身材 尽管没啥才艺 但她却能在短短半年内涨粉300多万 而她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胡闹闹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女生 在这个白兽幼的病态审美时代 她仿佛就是草坪中的一朵艳丽花朵 胡闹闹从不讲究什么白幼兽 反而是酷爱健身 拥有一身肌肉 连健身房的男生看了都羡慕不已 而别看她称霸健身房 其实出了健身房之后 她就是一位村妇 既干得了农活 又卖得了猪肉 在菜市场里 她绝对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抛开一身肌肉不说 她还有着让无数女生羡慕的精致容颜 所以大家都夸她是猪肉骑尸 说她这才是纯玉天花板 还有人说她 整这么一出 真有碎二娘那味了 卖猪肉是胡闹闹发的第一个视频 她凭借独特的魅力 让视频的点赞量迅速飙升 除了卖猪肉吸睛之外 论砍柴 她也是一把好手 换上私服的胡闹闹 提着斧头 转身就变成了砍柴妹 她身上每块肌肉 都透露着自己的霸气 还管这叫和气生柴 网友看着 就觉得她不好惹 于是纷纷表示 弹入感很强 脑壳已经被捶爆了 估计你一拳能打扑我等等 甚至还有人夸她是盘古夫人 简直太秀了 尤其是胡闹闹那个骑牛的视频 更是堪称一绝 镜头前的胡闹闹 眼神犀利 一出场就摆出要打仗的架势 如果现场有观众 她的气场一定能秒杀再度的各位 这也难怪 网友说她是现代版孙二娘了 网友看了纷纷直呼 豪瀚饶命 还说这个金刚芭比 野性十足 有天使的面孔 施瓦辛格的体魄 也有人说 她长得这么漂亮 身材却壮如牛 那么重的煤气罐 一下就能扛起来 气都不带多喘一口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 头和身体不是一个人 还有人说她是奔驰的车头 泥头车的车身 可尽管有些人觉得违和 但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她 爱看她的视频 除了看个兴起 看个热闹之外 也被她的五官和身材折服了 虽然没有动听的歌喉 也没有惊艳的舞姿 但大家就是爱看她 而胡闹闹有着不一般的 健硕身材 但她的视频并不是单纯的秀身版 而是给大家上演了各种干农活的场景 也算是和她这个村妇的人设 配合的天衣无缝 比如杀猪 电焊 还有挖掘机 修整老房子等等 这些普通女生干不了的体力活 她都可以承包下来 而且做菜 缝纫这些细活 她也能独挡一面 别看胡闹闹是南方人 但她非常豪爽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既要吃整吃 喝酒要论坛 干饭也必须拿上那个顶盆大的碗 其他博主多少会有点才艺 唱歌跳舞什么的 或者给大家说个段子 但胡闹闹不 她的才艺就是干农活 放牛 修房什么的 别的博主都争相跳起了越南谷卡点舞 她也赶上了这波热度 可人家都是扭来扭去 她却配合着音乐 把刮棚修理了一顿 并表示 我这也算是卡上点了吧 好好的一段舞 让她整成这样 网友纷纷打趣说 二娘变成今天这样 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 而不会跳舞也就散了 她的歌声也堪称案发现场 一首好汉歌 可算是让她拿捏死了 网友听了连连摇头 别开口 自己人 只有武松才能想得住你 既没舞技 也没动听的歌声 哪怕是说话 也只有几句而已 讲段子就更不用说了 网上随便搜个笑话 她都不愿意干 胡闹闹就是热衷于干农活 她会为做出一笼成功的包子 而感到骄傲 为肩扛二八大杠自行车 而感到自豪 别的博主都热衷于变装 她却背着背篓 带着草帽 去田间做去了女侠客 还顺便带大家体验了一把侠客帽 其他博主的小姐妹 都可可爱爱 多才多艺 她的姐妹却和她一样壮实 都是个练家子 果然是人以群分 胡闹闹的确没啥才艺 但她的每个视频 都有很高的点赞量 网友可能也很迷糊 看不出哪里好 但就是越看越想看 越看越喜欢 胡闹闹这个女人 让人太上头了 啥也不干 就是随便摆个姿势 都让人无法一看视线 怎么都让人讨厌不起来 为此 网友们便开始找起了原因 有人猜测 女孩们爱看她 是因为她的脸 男孩们爱看她 是因为她的身材 也有人客观分析 大家看的不光是 她的天使五官和野兽身材 还有她浑身散发的 随性和洒脱 不畏惧他人眼光 只做自己的态度 这或许正是 这个村妇独有的魅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 这份独有的魅力 才让她在众多网红中 成了一股清流 也让她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 吸引了三百多万的粉丝 成为了另类的现象级网红 值得一提的是 平时在她的视频里 干农活时 还有人怀疑她在摆拍 并不是真的干活 大家也都说 她背后有个强大的团队 毕竟不管是从拍摄角度 还是视频后期的剪辑来看 都不像是一个普通村妇 能做出来的 甚至还有人怀疑 胡闹闹闹混血的五官 是整出来的 尤其是双眼皮的埋线 特别明显 再加上她挺立的鼻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妈生脸 此外 还有人质疑起了她的肤色 说她在拍视频的时候 故意涂了很多美黑油 甚至打趣说 她涂的不光是美黑油 还涂了好几层酱油呢 而且从她拍摄视频的背景来看 也非常多变 不是在农村大院里 就是在好几层高的楼房里 还有专门跑去大理海南取景的视频 而在她那个徒手拉雪佛兰出车库的视频里 网友也是质疑声满满 并表示 有团队的就是好 后面推的吃力 拉得凹躁行就行 也确实 如果没有团队 一个村妇 怎么会有这么霸气的雪佛兰呢 于是大家纷纷在评论里质疑 她有专业团队 最终胡闹闹忍无可忍 回怼网友 有团队咋了 当然 也有粉丝站出来拥护她 说正是因为有团队的辅助 她才能在众多白富美中脱颖而出 才能让大家重新定义 女神这个词 而就在大家众说纷纭之时 胡闹闹又跑去动物园拍了视频 还呼吁网友 保护野生动物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见她不仅有力气 还这么有正能量 粉丝对她更加刮目相看了 其实 就算是有团队 也没啥 仔细想想 如果单凭她一个人的话 确实做不出这么精良的视频 好在有团队的协助 我们才能通过胡闹闹 认识到女性的别样美 她也用自身一身的肌肉 向大众证明了 女性也可以有强壮美 其实固定印象这种东西 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新鲜事物的时候 没必要一直去纠结 其背后有着怎样的肮脏 况且并非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 所以多一些善良和包容 我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珍贵的美好 也说不定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